爱是一种忍耐 爱永不更改 爱是恩赐良善 爱永不失败 爱是接纳等待 爱无所不在 爱是充满盼望 爱从神而来 爱从神而来 爱你为我强声 你为我强声 为我最定上世家 这就是爱了 你为我强声 你为我强声 为我最定上世家 这就是爱了 爱是接纳等待 爱无所不在 爱是充满盼望 爱从神而来 爱从神而来 你为我强声 耶稣你已复活 如今已复活 神过死亡全是 是爱完全了我 你为我强声 是爱完全了我 你为我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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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声 为我强声 是你的爱 耶稣你已复活 如今已复活 胜过死亡全是 是爱完全了我 耶稣你已复活 如今已复活 胜过死亡全是 是爱完全了我 爱是一种忍耐 爱永不更改 爱是恩赐良善 爱永不失败 爱是恩赐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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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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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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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on the pattern of my heart We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on the pattern of my heart We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on the pattern of my heart We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on the pattern of my heart Oh my God 开始跟你左边阅边的弟兄姐妹 跟他说Merry Christmas 圣诞开了 Hallelujah 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今天是我们要来赞美谁呢 赞美耶稣基督的一个大喜的日子 Amen Come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The Lord is come The Lord is come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And heaven and nature Sing Joy to the world The Savior bring Let men hear songs and cr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high Let every single King The very heart Repeat His room In heaven and angels sing In heaven and heaven and angels sing Joy to the world The Savior bring Let men hear song and cr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Repeat the sound in joy 我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的一个的庆典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的圣诞节的时候 都要来领取礼物 对吗 尤其是小朋友 他们是希望收到礼物 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耶稣 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 上帝说他才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 当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的时候 活活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靠着耶稣是丰盛的 是得胜有余的 不管今天你在哪里 你经历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但今天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 心身心灵都完全的来交托给他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我们今天要把荣耀归给你的神 感谢主 Amen 有一件礼物 你收到没有 眼睛看不到 你心会值得 这一件礼物 心满快灯火 是为了你而准备 别人不能留守 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想要 辣椒的遗憾 是为你而来 亲爱的朋友 是为了解 最好的礼物 是人最做耶稣 神明有限 是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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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走 让怀疑 不珍惜 只会难留 例如 雖然好 如果你不要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親愛的朋友 你是否想要 麻礁的陰海 是為你而來 親愛的朋友 你是否了解 最好的禮物就是 人自主耶穌 神秘有限 時光也會走 如果你不珍惜 幾回能量 禮物 雖然好 如果你不要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神秘有限 時光也會走 如果你不珍惜 幾回能量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你怎麼能夠得到 怎麼能得到 神秘有限 今天的主角是我們的上帝 是我們的主耶穌 我們再次的老闆旺會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聖誕節 聖誕節 因为圣诞节这一天 是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世 主耶稣的诞生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给我们全球带来 盼望和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要领受圣餐 圣餐确实要纪念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舍的身体 主耶稣的离去 对一些信求来讲 他们可能是心中难过悲伤 可是我们基督徒 如果我们明白圣餐的意义和真理 其实圣餐也给我们带来 巨大的祝福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 这个小小的饼 还有这个小小的杯 有那么大的功效吗 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吗 不过我们是想 当初亚当和孝娃 他们只是吃了分为三个树的 那个小小的果子 却给全球人类带来堕落 沉沦 我们要感谢主 主设立的圣餐 他转回了这一切 他打破这个亚当 向下我所带来的咒诅 我们都非常明白 圣经在义汉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所说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主不但让我们脱离灭亡 进到永生之际 我们也因信了我们得救 我们不被定罪 不但如此 神还要赐下 有属天的祝福给我们 我们可以看 一汉书三章第二节所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愿你们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阿们 今天神要赐下给我们三大祝福 祂要我们凡事兴盛 什么是凡事兴盛呢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了 上帝是师父的源头 一切的财富都是从神来 今天神要我们凡事兴盛 也就是我们凡事都不缺乏 就像诗篇所说的 野火是我的牧者 我并不只缺乏 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神都大大的祝福给我们 供应给我们 不但如此呢 我们物质上 神也都满足我们 阿们 这就是凡事兴盛 这个祝福呢 神要我们身体健壮 当我们领受了神 给我们的这个祝福 如果我们没有健壮的身体呢 我们怎么样去享受 神给我们的祝福呢 所以神要给我们的身体健壮 就像主耶稣 当祂带死的日子 祂每天奔破 传扬天国的福音 一并 释放祷告 可是主耶稣的身体 是那么的健壮 阿们 而且呢 精力充沛 祂的生命呢 充满了活力 但愿主耶稣如何 我们也如何 但愿我们的身体 跟主耶稣一样 是这么的健壮 阿们 祂祢祢 第三呢 神要让我们灵魂信圣 我们要感谢主啊 祂不但给我们外面的身体健壮 我们里面的身体呢 这个生命这个灵魂也一样的新生 主耶稣说 我来是要给你们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当面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兴盛 阿们 好 谢谢主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要领受增长 阿里路亚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有说到 保罗说 我当一传给你们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哪一页 哪个饼 摆开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身体 饭后 也拿了这杯 主耶稣说 这是用我血所利的行业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 是表明主的死 自等到祂的在来 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宝血 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宝血 痛口 你背负了我们的一切的忧患 主耶稣说我们要感谢你 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法 为了要祝福我们给我们带来平安 你在十字架上 你受鞭打 你受压伤 你为了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医治 主啊 我要感谢你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住你那 无罪的宝血 你让我们 因此因信称义 我们能够住在你的恩典里面 主耶稣说我们要感谢你 你让我们再次跟阿爸天父和好 感谢主 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主啊让我们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 像座标杆自跑 要得到在基督耶稣 从上面来的奖赏 我们要感谢你 把一些尊贵荣耀都归给你 奉靠耶稣绝对我们祷告 阿们 今天是我们要 庆祝这个圣诞节 然后我们的24号和25号呢 我们就没有再庆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尽量少一些的群聚 所以没有关系的 我们提前也OK的 可以吗 不可以你都来了 我这样说了 就是真正主耶稣诞生的那一日子呢 也不是在12月 这个真正那个日子 最主要的还是 我们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呢 曾经降临过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鉴定 也是让我们得到安慰 我们所信靠的呢 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他是真实存在在这个历史的当中 虽然应该一般的人说 主耶稣出生应该是在9月份 但是我们都知道 历史记者为什么会在12月25号呢 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呢 因为信了耶稣 他们就把他们的 每一年所 欢庆他们神明的 太阳神的一个日期呢 就是12月25号呢 当这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 你明白意思吗 这个圣诞节的 真正的主耶稣诞生日子 不是在12月25号 而是在9月份的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呢 我们还是要来欢庆 因为耶稣为我们而诞生的 那么接下来呢 虽然今天是一个欢庆的主日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能够在现场给你们表演 只有一个人给你们表演 就是站在台上就是我 那么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到现在呢 政府还没有规定说 可以让政府是不鼓励 小孩子来到这些宗教场所 所以呢 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的孩童呢 我们两年已经没有看到他们的 但是也不会让你们大家失望 我们教会呢 还是为你们精心制作的 我们教会主的这些部门 还是为你们大家精心制作 这些小孩子的那个可爱的一面 虽然他们不在我们当中 但是呢 他们的视频呢 在你们的眼前 我们就接着这个欢庆的时间 也看看两年没有看见的小孩子 到底他们长了多大了 我看到我吓了一大跳 这个是恩灵啊 这个是恩宋啊 这个又是谁 两年不见 那小孩子长得太高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 主日学为我们呈现的 这个节目 从前从前有一位天父 他找了你和我 在宇宙还没出现 你在他心上 亚当下瓦发了嘴 我们与他隔离 他牺牲爱子耶稣 是我们的救赎 耶稣 耶稣 祂是第一生的救赎 天父 天父 才永不应地缺帅 他永不应地缺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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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旧还没出现 你依在他心上 我同时 天父 他永不应地缺帅 我父白 这个问 我儿子 你依旺 还scale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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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来爱我 圣诞蒙恩 Merry Christmas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完了这个 所谓的小孩子呢 我告诉你青少年的变化更大 青少年的变化更大 我刚刚看了几位呢 跟我同高了 我以为我是FGA最高的 但是我承认我输了 为什么 我不晓得现在青少年吃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吃到这么高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身高 我又吓了一大跳 那么等一下你会很惊讶的 这些人到底是谁来的 以前你看到好像呆呆的 现在全部是很Handsome的 我不是说呆呆的 书呆子 不能说是呆呆的 这是读书型的 现在你看到他们变化 非常实在太大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你们带来 我们的Angel青少年团契的 一个制作的一个MV 我们掌声鼓励他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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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们在主里面的那种的彼此的相爱 是我们看的是很温馨的 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我要让你明白 其实这个幕后的制作是不简单的 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排练 甚至在教会里面 他们都排练到三更半夜 但是这个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我们说台上两分钟 台下就十年功 是不简单的 好 感谢主 今天我们在 还没有进入这个主题之前 牧师真的是要 给你们大家一个鼓励 虽然今天的圣诞节是非常不一样 不像往年一样 我们有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吃饱饭 然后大家一起拍照 拍照还是有啦 等一下你们可以在外面拍照一下 牧师特别也叫人家布置了教会 有一个圣诞的气氛 让你们可以在当中 来有这个拍照的情绪 让我们去 在你的社交媒体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也是有庆祝圣诞的 只是因为SOB的演员 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gathering 就是一个吃的一个举动 因为政府还是不允许 所以我们就没有在这方面 还有你看 在这三个礼拜 这个Kylie我们的卫生部长 就不是三个礼拜 前几天就发表了一个文告说 禁止这个大型的庆祝 这个圣诞节和跨年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也只有一场 有些人说为什么不办几场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还是有线上聚会了 你们线上还是给看的 可以吗 所以感谢主 今天你们来到这里 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今天 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就叫做圣诞的主题 就是平安之王 在还没有分享主题之间 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这个一个医生 他就对他的病人说 他说 Ms Tan 她的病人叫Ms Tan 她说Ms Tan我要告诉你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请问你要听好消息先呢 还是要听坏消息先 那么Ms Tan就说 陈小姐就说我要听这个好消息吧 好消息在医生说 好消息说你的报告 昨天出来了 你还有24小时的生命 这个叫做好消息啊 那么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 昨天我们一直找你找不到 那么你只剩下几个小时而已 但是今天呢我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没有坏消息 放心今天教会 牧师在台上分享一个大好的信息给你 就是我们的神呢 是平安之神 Amen 祂是平安之王 所以今天特别的 要在这里告诉你 虽然我们整个世界呢 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 大家都非常的惊慌 就好像说 因为疫情的笼罩之下 今年我们的圣诞节也变得不一样了 但是还好过去年 还记得我们去年怎样度过了吗 我们去年是在线上度过的 OK 那么今年呢 我们至少还可以 有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团契 所以因为 因为大家 在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呢 大家心里面都 都非常非常的慌 对不对 很慌 那么早上我可能 我觉得你的心也是七上八下的 到底要不要来 到底要不要来 到底要不要摆 买了票了 等一下不来 等一下那个台上那个牧师 又在训我一顿说 我不会训你的啦 我只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来 只是关心你而已 OK 关心 我牧师的关心不是训你 牧师的关心是 怎么你没有来啊 你生病的话是为你祷告啦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可能你在七上八下 我到底要不要来 到底要不要来 等一下我不敢 要不要出去外面吃 因为出去外面吃的话 又怕赶了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们整个的 这个圣诞节的气氛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疫情搞到我们人心惶惶 搞到我们怎么样呢 已经没有心情了 我们可以说没有心情在庆祝了 甚至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很不平安 但是我跟你讲 在两千年 主耶稣诞生的那一个晚上 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刻 其实也是不平安的 其实也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诞生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还记得吗 当主耶稣诞生的那一个晚上 有三个博士圣经说 从东方来 对不对 看到那个星他就来了 他来的话 那个星就突然间不见了 那么他们就进入王宫里面 去找当时的这个 耶路撒冷的这个傀儡王 叫做西律王 他说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 他们他生在哪里 他到底生在哪里 哇 这个西律王一听到 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 他怎么样 他就不安了 他就不平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 就是要来 怎么样呢 取代他的 他就开始惧怕了 不单单他惧怕 圣经说 合成的 全部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都什么 也都不平安了 因为耶稣的诞生 使到当时的 全部的人都不平安 而这个西律王 他做了一个更变态的一个举动 什么举动呢 他就下令 把全部两岁以下的男孩 通通 KO掉 通通杀掉 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 整个耶路撒冷城 都是在一片的豪苦当中 都在一片的悲痛当中 大家都在惊慌 把孩子藏起来 或者是三岁 可能看起来是三岁 但是体质又小 可能看起来是两岁 又怕被抓错 所以同大家 孩子们的这些父母 都把这个孩子藏起来 大家都活在 一个不平安的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 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活在 一个不平安的世界当中 不像过去那样的庆祝 但是这个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反省 因为这个不平安 所以我们要找到 这个平安的源头 主耶稣就是 这个平安的源头 虽然主耶稣诞生的 那一个晚上 是一个非常不平安的晚上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圣经怎么说 圣诞夜的那一晚 叫做什么夜 叫做平安夜 既不平安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耶稣的诞生 那么平安就降下来了 我们都知道 黑夜或者是夜 给我们人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非常不好的一个体验来的 一个负面 一个不安的一个感觉 但是在历史上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黑夜 被称为平安夜 阿们 所以为什么圣诞节我们唱 平安夜 深山夜 晚安中 光花色 给我 唱唱一下 因为圣诞节 但就没有唱圣诞节 所以 我要说的 为何 这个 耶稣诞生的一个晚上 要被称为平安夜呢 因为主耶稣的诞生 带给所有的世人 一个盼望 什么盼望呢 我们因着他 我们的生命被拯救了 阿们 我们因着他 我们不再面对 那永恒的死亡 我们因着他 我们的生命 得到拯救 所以 你我是有盼望的 所以你跟你隔壁左右 对他说 你是有盼望的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在 1914年 1914年 第一战争 爆发的时候 英军 德军 跟法军呢 在一个 场地里面 在比利时的 一个地方交战 但是你知道吗 历史上 有这么样的一个记载 因着圣诞节的 领导 他们停火 他们停火 不单停火 他们法国 德国 英国的士兵呢 一起的庆祝圣诞 就是在那一天 放下武器 然后我们看BBT 就在那一天 放下武器呢 怎么样呢 虽然是敌军 但是还是一起的 来庆祝 这个的圣诞节 你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纪念 当时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 英军跟德军呢 他们一起的来 踢足球 他们在那边欢庆 吃烤鸡 所以战争 因着圣诞节 而暂停 所以今天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 无论面对任何的争战 要因着耶稣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会得到平息 你可以说阿妹吗 会得到暂缓 会得到喘息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诞生 带来平安的 这个意义 所以可能你说 可能我会问你今天 如果天使报家音的 在伯利恒报家音 那个晚上说 在伯利恒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阴海 握着布握在马巢里 那就是记号了 但是今天如果天使 向你显现说 报你两个的 这个家音 这个福音 一个就是赐你平安 另外一个是 使你发财 身为华人的你 你要选择赐你平安呢 还是赐你发财 只有一个要平安 全部要发财 你看 我再问一次 如果天使出现在这里 说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你们要平安 还是要发财 两个都要 FGA是两个都要的 怎么你们 就是写不乖 牧师讲了这么多次了 神给我们的 要到完 但是如果只写一样呢 所以弟兄姐妹 真的 可能很多人 因为我们华人的关系 我们新年就有财神道 财神道 财神道 我家打门口 OK 有些人就改了 耶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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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打门口 我不反对 耶稣道 财神道 OK 所以我要讲的是 我们华人比较注重 有钱 就有平安 有钱 就能够享受 世上所有的一切 所以钱对我们华人的 这个整个的意思来说 是非常重要 我没有想钱不重要 但是今天如果是平安跟钱的话 有一个衡量的话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比较 钱有一天你会花光 会用光 会败光 你可能也带不走的 所以当你离开世上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呢 两手空空的 留给你的就是三成六 什么叫三成六 你不懂的话 有空牧师带你去看一下 OK 所以呢 弟兄姐妹 你拥有财富呢 不一定说你会有平安的 因为有财富呢 我们可能就 会失去了更多的平安 有些 你看一些人 因为他把钱投资在股票里面 在那个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或者是money game 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好睡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行在那边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如果你有钱 但是你没有平安 那你的钱就失去的那个价值 你明白意思吗 但是今天 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单单有钱 我们也要有平安 那我们拥有的财富 就不会失去那个价值 听得懂吗 所以 FGA的弟兄姐妹 我们两个都要 Amen 今天我要给你们来看 有一个见证的分享 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她明白到这个平安的重要性 可能 你没有经历像她经历过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真的 平安 是一个无价之暴来的 我们来听听我们教会 Jasmine的这个的见证 今天要特别分享 神是我的平安 神的平安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六月中 其实 我的家人 确诊了新冠肺炎 一开始其实 是我的弟弟人不舒服 我们就以为是他是 故痛热症 就想说 安排他进医院 做一个检查 但是医院方面有要求 他说 如果说要进医院 那他必须去做一个PCR test 那 但是其实当时的下午 已经是接近的 三四点左右 这个时间 我们根本不能做PCR test 我们只能做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RTK test 但是从RTK test的报告出来 已经是确诊了 其实他当时也很慌 我们也很慌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 家人会确诊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呢 第一个念头就是 先安排我的爸爸 去做一个test 因为他们是一起工作 所以也不出所料 我爸爸也确诊了 那我拿到了报告 我们就回到了家里 现在网上预约 我们全家人 去私人诊所 做一个test 所以各天早上 星期六早上 我们一早就去了私人诊所 做了一个test PCR test 那个是比较准确 但是那一个报告呢 需要等一个24小时 当我们做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接到了KCAM的电话 因为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一拿到 从Clinic拿到 那个报告呢 他就会联络确诊者 叫我们再去做一次的PCR test 因为他需要通过PCR test 拿到一个CT value 他就能告诉我们说确诊者的感染 指数有多高 所以他KCAM就要求 我们一拿到报告 就需要呈上去给他们 报告呢 需要24小时 这个24小时 其实是很煎熬的 星期天早上呢 其实已经到了24小时 那个lab那边 基本上都还没有 把我们的报告给发了出来 所以我们也很紧张 因为星期天 他们只是工作半天 所以我们就一直催他 把报告给拿出来 终于在1点左右吧 报告出来了 其实呢 当时呢 不只是我的弟弟和爸爸确诊 报告那边呢 出来呢 我姐姐也确诊了 那一天是星期天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 KCAM的效率是这么高的 他联系了我们 说要安排我的家人 进去隔离中心 但是呢 我爸爸坚持地不去 因为他怕隔离中心太多人 环境不清洁 他就朝着不去隔离中心 但是KCAM说 老人家的风险蛮高 无论如何 他们都得送去隔离中心 除非说 我们自己安排他去私人医院 但是基本上 其实是礼拜天的话 私人医院是不会接受任何病人住院的 而且他们也要看看我们的报告 感谢主 透过了一些关系 我们终于把家人平安的送进了 顺利的送进了医院 那医生方面呢 也特地安排人过来 帮我们家人做一些检查 那隔天星期一呢 KCAM又再次要求我的DCC 去做一次的检查 因为他经常去档口帮忙 而当天下午 他们也安排人来 第一次来我的家里做消毒 而我妈妈及妹妹 则被安排第二天 直接去戴上手环 当我们去戴手环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DCC的电话 他说KCAM通知他 报告出来了 他也确诊了 其实当时的我们都很慌 因为他是一名孕妇 那KCAM又说高风险群 他们一小时内就需要 把他送去了隔离中心 我们又再次的匆匆忙忙 安排了他进食人医院 因为我们会担心说 孕妇在政府的隔离中心 可能没有得到全面的照顾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他进食人医院 其实我的DCC是验了三次才确诊的 而且有两次是我载着他去验的 这次其实我们是真的真的是很崩溃 因为我没有想到说 安排了我爸爸 我弟弟和我姐姐进医院 却还有一个家人再次的确诊 所以我就联络了牧师 叫他为我的家人来祷告 牧师也当天安排的人 把Pulse Ox CamelAir View送来我的家里 隔天KPM又再次第二次安排 人来我家里做消肚 接下来的几天 我还有我的妈妈和妹妹都聚习地在家里隔离 我们每一天都会用Pulse Ox CamelAir Ctrl 两两三次 确定我们的这个血羊在指定的一个level 到了星期一天 脱手环的前两天 我们又按照KKM的指示去做了一次RTK test 当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准备脱手环的时候 KKM再次来电话说 我的妈妈确诊了 其实我们跟妈妈在家隔离的这件事情 他根本都是无症状的 我们也不觉得说他会是确诊的其中一位 但确实报告出来是确诊的 所以KKM说 如果说担心报告不准确认 当时我们是做RTK test 那他就叫我们再一次把妈妈送去那一边 再做一次的PCR test PCR test就可以让我们拿到了City Value 结果隔天我们就安排了去做PCR test 报告出来确实确实是真的确诊的 只是他的City Value会比较高 传人指数就比较低 当初我们其实是一起在家隔离的都 真是煎熬的 所以我们的手环就没有得再拖 就得再延期 其实 安排了妈妈住院的那一天 也是我爸爸弟弟和姐姐出院的时候 所以有点索盲夹断 因为要安排入院 又安排出院 所以 因为我们都还在隔离 所以我爸爸 姐姐和弟弟都没有直接回到家里 他们就去另一间居家继续住 我妈妈入院过后 KKM在第三次来我家做了一个消毒工作 还跟我们说希望不会再有 第四次来到我家里做消毒 我带了大约21天的手环 带着我家人 确诊的家人 去做了三四次的test 跟我确诊的家人在家隔离了整时间 其实感谢主 谢谢上帝的保守 我平平安安的 经过了三次的测试 终于顺利的把手环给拖了下来 其实当我确诊的时候 我曾经跟上帝埋怨 为什么我每天跟你祷告 也确让我的家人确诊了 而且不止一个 而且还不是不止一次 而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那个情绪是 几乎是 很崩溃的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因着上帝 耶稣基督的保守看顾 我的家人确诊只是属于 欣慰的 现在 他们都已经平安 健康地出院了 我家的 这个 弟子的 弟弟的 孩子 也平安出世了 这也让我知道 我是属于神的 这件事 也让我看见了 耶稣基督的保守 在我的身上 虽然我的家人还会信主 但是 我相信经过这件事 耶稣基督的 我已经为我的家人 预备了救恩 因为 当信主耶稣 你以家 必得救 谢谢上帝的 平安 赐在我的身上 及我家人身上 圣诞节 是上帝赐下来 平安 自王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中 愿你们也一起来 领受这位平安的神 祂也必在你们 生命中 赐下 平安 因为在世上很难找到平安 但是在耶稣里就有平安了 Amen 所以这个是 非常 给我们一个 警惕 所以 我们相信呢 虽然在这个疫情之间 但是 神 就是我们的平安 就好像我们的 Jasmine姐妹一样 虽然家里 一连 二届连三的 有这个确诊的消息 但是她对我说 感谢神的保守 在她的生命里面 也因为这样呢 她的家人就说 哇 你的神 实在是 奇妙和伟大 虽然跟一家人 相处 但是呢 上帝的保守 在她身上 所以 虽然她在这个惊慌里面 但是她仍然感到 有上帝的平安 与她同在 她说了 虽然她家人切诊 但是 是比较轻微的 所以我们教会的一种 弟兄姐妹呢 她们家人也切诊 但是也在一些 轻微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保守 仍然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的 今天世上所有的人呢 我们都在找平安 我们都在寻求 这个平安 但是请问 这个世界有平安吗 今天看在 你脸上的口罩就知道 没有平安了 对不对 我们去哪里 就是要戴上口罩 然后呢 要 要有一个 社交的距离 因为这个病毒呢 太可怕了 有些人问问说 牧师啊 接下来日子怎样 我也不知道 因为 我也没有经历过 OK 谁也没有经历过 我问我妈妈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你有经历过吗 她也没有经历过 从来 就是可能 过去 有一些天花的病症 或者鼠疫的病症 那一代的人 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相信 这一次的疫情 会比过去的来得 严重 但是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都知道 平安何处寻呢 我们华人 很喜欢平安 所以你去到 一些地方 你会看到 他们在他们家门口 贴了一个 大大的平安 对不对 你去到他们的车上 他们车那边 有时候出入平安 你去到他的米缸 他米缸那边 有贴一个 很大的平安在那边 去到他钱包里面 也是有一个平安符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 平安 是这样贴 就有平安吗 如果平安 这样贴就有平安 那今天 我也想贴一下 在我的心口那边 胸口那边 贴一个大大的平安 那这样就有平安了吗 不是的 这个贴法 只是在提醒我们 在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平安 我不是批评那些 说你们贴的不对 不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贴呢 它在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平安 明白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家里面 需要有贴上 那个出入平安 没有问题的 基督徒家 也可以贴出入平安的 但是这个平安 不是来自于 那几个字 平安 乃是来自于主耶稣 阿们 所以 就这样 我要说的 基督徒 我们常常说 今天很多人进来 平安 对不对 基督徒很喜欢讲这个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 他就是平安之王 他就是赐下那平安的 所以原来我们的神 早就一辈的这个平安 给属于他的人 主耶稣说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要来看 从主耶稣的诞生 从主耶稣的再世 或者是从主耶稣的 这个的复活之后 我们都可以看见 主耶稣是一个平安的源头 好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圣经记载在 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八到十四节的 他说什么呢 在这个是主耶稣诞生的 那一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的 主耶稣的诞生 主耶稣的再世 主耶稣的离世 这些都表明 主耶稣是一个平安之王的 一个的特征 好 我们看主耶稣诞生的 那个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第八到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在玻璃横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暗着 更是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 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神 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官夫万民的 因为今天 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突然有一大队的天兵 同那天使诈美神说 在至高至处荣耀归给人 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你看到吗 当主耶稣诞生的那一个晚上 天使就宣告说 什么呢 他说在地上 平安要归给谁 平安要归给谁 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感谢主 看看你隔壁左右那位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感谢主 你就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神的平安 耶稣的平安 就要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 但是你说 牧师啊 为什么我没有平安呢 为什么我得不到平安呢 因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 所以就得不到 这有一个比喻 有一对年长的夫妇 他们为儿女劳动了大半辈子 那么儿女们就觉得 这个时候要给他们的父母享福 就买了两张的这个游轮的船票 要让他们的父母在这个船上 非常的享受 三天两夜的这个海上的旅途 然后就把票就交给了这个父母 那父母就怎么样 开开心心的 我看到儿子给了这两张游轮出海的这个票 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 晚上就收拾这些行李 把一些的泡面 苏打饼 这些面包 咖啞 全部 因为三天两夜 时间太长 对不对 那边也是要吃 所以就上了船 上了船 第一天大家还好了 就是看海 看日落 看日处 然后就回到房间里面 自己煮泡面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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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第三天了 两夫妻 太太都说了 不能顶哦 整天吃泡面吃美肌面 吃三天你吃到 吃到腻了 好不好老公 我们一起去享受一下吧 多少钱不用紧了 我们就当做 今天是最后一碗了嘛 我们就 吃得开心一点 吃得豪迈一点吧 我们就去餐厅里面 用餐吧 不用去再吃这些美肌面了 他的先生也说 对对对 我们都劳苦大半辈子了 那么这个儿子也给我们这两张票 给我们来游玩 我们也不想受苦了 最后一天 我们就吃个好的吧 然后他们就开开心心的 盛装出席的 走到餐厅里面呢 却被这个维特森拦住 为什么呢 因为维特要看他的票 做老公的好像是很气氛的 你好像看不起 我们吃不起是吗 两张汽票拿 不是汽票 两张船票拿 就给你看了 就给你看了 不看不用紧 一看不得了 那个卫泽队他说 怎么这几天没有看到你们来吃的 他说什么原因 你这个是豪华票来的 这里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随便吃的 早餐 午餐 晚餐 宵夜 你一天要吃几餐都可以 只要我们有开 你就可以进来吃 这对夫妇呢 就是你看我 我看着你 最后一天 再享受一餐 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咯 感谢主今天你们知道 主耶稣是平安之王 阿们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没有平安呢 很多时候因为你不知道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知道 但不相信 也不虚憨 像今天等一下你们 聚会完购后 牧师 为你们预备礼物 牧师为你们预备礼物 没有表示 我们昨天 用两天的时间 我 师母 我两个女儿 我们就制作了这些 这些礼物 什么东西 等一下你去看 OK 我的女儿 是做到三更半夜 我是不能顶 我还要 爸爸去睡 各天早上 我母亲骂我 怎么你这样的 怎么你这样做爸爸的 给女儿这样辛苦 我说 上帝看得见 上帝知道了 我不要怎样回答 我知道我的心不是 我的心就是向着你们的 阿们 我没有鼓励一点 等一下你们每一个人走的时候 就拿一份 不要拿两份 我的阿姨 三个老婆 还有一大宝 没有 我只预备一百五十分 刚刚好而已 所以不要为你的那些家人 为你拿就可以了 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 可能你说 嗯 我才不稀罕 没有咯 明白意思吗 所以今天牧师跟你讲了 耶稣是平安之王 才不稀罕 怎么平安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 第一是我们 不知道 第二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 不相信 也不稀罕 我不能够说不相信 也是不相信 更可恶就是 不稀罕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让你明白 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 我们得不到这个平安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 有罪在里面 我们得不到 圣经说什么 因为 世人都犯了罪 亏切了神的荣耀 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的身份被改变 我们的地位也被改变 所以我们不再称为 上帝的孩子 但是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到治理 我们今天愿意 在神的面前 承认说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过去 所有 我的过犯 那么今天 上帝的平安 就领到你的身上 可能你很不满意 说啦 你整整工人 你罪罪罪 我都没有犯罪 我哪里犯罪 我们在场的 如果你从小到大 都没有说过一句骗话的 请你举手一下 没有 如果你举手的话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你是最会讲骗话的人 所以 罪是什么 罪是当一个射箭的人 他射出去的箭 射不中红星 那就是罪了 你明白意思吗 上帝对这个罪的定义 是非常高的 所以每一个人 无人能够信免的 所以今天很简单不了 你要来信耶稣 你不需要缴什么 录信费 或者录教费 不需要的 你只要口里承认 他是主 心里相信 那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平安 就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因为神知道 人不能自救 所以他就 猜拳 他所爱的儿子 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所以圣经才有这句话 说什么呢 亚安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说什么呢 神 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着什么 永圣 所以弟兄姐妹 现在人人都要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 何处寻呢 其实两千多年前 耶稣诞生的 那一个晚上 天使已经把 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在地上平安 归给他所喜悦的 只要今天 你是神所喜悦的 那神的平安 就会临到你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把你 从罪中 从苦难中 从一切的困难当中 拯救出来 你知道平安 最深的意义是什么呢 乃是相信神 与我们同在 当你相信神 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 那里有神 那里就有平安 就好像刚才 我们Jasmine的 一个见证 因为他相信 神与他同在 他就有神的平安 在他心里面 所以耶稣 在世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 耶稣在 耶稣的出生 那么现在我讲 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在世的时候 同样的 他也表明 他是那位平安之王 我们再来看出的经文 记载在 约翰福音 十四章的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他说 但宝会师就是 父因我的名 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 世子叫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让你明白 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是主耶稣 即将离世的时候 那么主耶稣 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 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怎么样呢 赐给你们 你知道主耶稣 虽然新耶 我们都知道 他是用希腊文写的 但是主耶稣在讲的时候 他是用希伯来语 他说Shalom Shalom这个意思 就是平安的意思 你会看到 这个犹太人 他们彼此见面 也跟我们基督徒一样 平安 平安 但是你知道 平安的意思是什么 以前我们华人会讲话 遇到我们彼此遇到 你吃饭吗 你吃饭吗 为什么会吃饭吗 因为华人以前 在农耕社会里面 要吃一餐都非常难的 你明白吗 在以前战乱时间 所以你吃饱了吗 是我们的一个问候语 但是现在 没有了 现在会问什么 我也不知道 现在是漏什么了 你做什么啊 或者是 我不晓得 现在你们问候的是什么 给我一些 你打针了没有 对了 对了 你打针了没有 你打针了没有 现在流行 你打针了没有 打针还不用 你第几只 你打针了没有 我会这样问 所以现在是流行 所以你吃饱了没有 是当时的一个流行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要吃一餐都很难 但是基督徒你会看到 平安 对不对 我们一见面会讲 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平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犹太人 彼此见面也会说 Shalom 的这个词迹 所以Shalom 它的这个西伯来语的 真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健康 健全 或者是福乐 安全 以及心灵的一个平安 所以我要让你明白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尤其是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你会看到主耶稣 在世的三年半期间 在传福音 主耶稣是33年 33岁 主耶稣在这个世上 三年半传福音的期间 祂是非常非常平安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要告诉你 主耶稣的平安 祂不像属世的平安 主耶稣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来的 所以主耶稣有一次 祂回到祂的家乡 拿撒勒那边讲道 然后那里的城里的人 都反对祂 对不对 然后要用石头丢到 耶稣就从他们的旁边走过而已 石头和人群伤害不了耶稣 为什么 因为有耶稣的平安 你知道还记得吗 有一次的时候 门徒就带耶稣坐船 然后半途中 这个海就取了风浪 那么门徒就在那边惊慌了 他说 父子啊 父子啊 我们快伤命了 难道你不顾吗 请问那时候 耶稣在做什么 睡觉 在风浪 这个淘淘的时候 耶稣在船尾 枕头睡觉 意思是说什么 这些风浪 不能够影响到 主耶稣的平安 所以 你明白吗 意思是说 当主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门徒明白的 这个平安是不一样的 平安刚才我说 也代表什么 也代表一个祝福来的 一个福乐 一个健全 你还知道吗 平安也意表说 永不缺乏的 当主耶稣需要钱的时候 来缴税的时候 你知道他说 这个彼得问他 父子我们要缴税了 我们从哪里得赢钱呢 主耶稣教主上做什么呢 你去钓鱼了 从鱼口那边得赢钱 意思告诉我们 耶稣的平安 是让你不会缺乏的 而且 你让我们明白 耶稣的平安 也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面对五千人的 这些需要 但是 祂的平安的同在 让你得胜有余 让你充足有余 当主耶稣把这个食物 变成五千人 可以享用的时候 还留下多少篮子呢 十二个篮子 告诉你 耶稣的平安 事是丰富而有余的 所以主耶稣说 我将 我所吃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吃的 所以主耶稣要 要让门徒 也让今天的你跟我知道 耶稣的平安 跟世界的不一样 他的平安 能改变你的处境 即使你现在 面对很大的风暴 也要屈服在 主耶稣的平安当中 主耶稣的平安 不是在依靠环境的 因为魔鬼 可以使用环境 可以影响环境 但是魔鬼 无法影响你内心中 主耶稣所吃你的平安 阿们 所以 除非你允许他 明白吗 我说 魔鬼不会 无缘无故来攻击你 除非你提供宝道给他 就像飞机 你明白吗 飞机在天上飞 它不会随随便便 降落的 为什么它会降落呢 为什么要会降落 因为有跑道供应 它才会降落 同样的 我说为什么基督徒 不会被鬼附 因为他没有这个跑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明白吗 因为这个跑道 被耶稣封死了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提供跑道 给那二者 让他有机会 来使你的心烦恼 所以主耶稣说 我说 神是给你平安 但是有一个部分 是你需要负责的 是什么部分呢 主耶稣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虑 也不要胆怯 当你忧虑 当你胆怯的时候 你正在提供跑道 给那二者 让他能够 肆无忌惮地 在你身上 做偷窃 杀害 以及毁坏的工作 阿们吗 所以当你惧怕的时候 当你忧虑的时候 你要来转向神 把一切的忧虑 写给我们的神 因为祂顾念你 可以吗 听众姐妹 我要问你 去年的今天 你想起 你所忧虑的事情吗 你想得到吗 你想不到了 我要挑战你 明年的今天 你也想不起 今天你忧虑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忧虑 主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由 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就够了 所以学习 活在当下 好不好 基督徒 我们要学习 活在当下 我们相信神 必会供应我们 所以 当主耶稣 在世的时候 门徒明白 这个话语 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所以门徒知道 如果耶稣的平安 赐给我 那个是不怕 暴风雨的平安 那个是不怕 被人陷害的平安 你说 到最后 主耶稣还是死 被人家陷害 我告诉你 圣经说什么 没有人 主耶稣说 没有人可 取下我的命 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 你明白意思吗 没有一个人 可以取下耶稣的命 因为耶稣来 上个礼拜 牧师说的 没有一个婴孩 出世是为死亡而来的 但是耶稣的出生 确实为死亡而来的 你明白意思吗 今天如果我去看一个宝宝 有一个人生了孩子 牧师要去看那个宝宝 这个婴孩 是为死亡而来的 Cute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 我跟我说 但是耶稣 确实的确 为死亡而来 为什么 因为他要背负你 所有的重担 他要背负你 所有的罪 他要背负你 所有的咒诅 他心甘情愿 我要说句话 心甘情愿 为你上十字架 阿们 使你因为他 而得到救赎 好 我们再来看 主耶稣的诞生 平安归给他 所喜悦的人 然后主耶稣 在世的日子 他讲到什么呢 我将我的平安 留给你 但是主耶稣 死了过后 然后复活了 你知道吗 主耶稣死了 复活之后 他遇到门徒 第一句话说什么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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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说什么 我们来看 在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的十九到二十节 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今天 就是主日的这个时刻 晚上 门徒 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 你们 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肋旁 指着他们看 门徒看见 主 就 喜乐了 你看到吗 主耶稣还把 主耶稣不单单说 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还把什么 他的手和肋旁 显给他的门徒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告诉他们 我就是那位 被钉的 那位 他还有那个痕迹 只是 已经被权益了 他们要看到 原来我的救主耶稣 他复活了 他真的是钉在十字架的 现在有人说 钉在十字架上 那位不是耶稣 所以这个经文的存在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主耶稣要 显给门徒看 他的手和他的肋旁 圣经说 他要死的那一山 那个兵顶不是用 这个长矛 插着他的肋旁吗 然后水流出来 有水流出来 所以这个是 耶稣的一个证明 也反驳今天的 这些历史学家 他们在说 这个十字架上的 耶稣是另有其人 不是的 就是真正的主耶稣 所以你看 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就把手和肋旁 怎么样呢 指给门徒看 门徒看见了 就怎么样 今天我跌倒了 我跌倒了 我做一个比喻 我跌倒了 然后我给雨温看 雨温看了我的手 喜乐 过分吗 有些过分吗 过分是不是 你看穿经文 你明白意思吗 你看啊 主耶稣把他的手和肋旁 给他们看 门徒看了怎么样 喜乐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会喜乐 不知道 因为救恩成就了 阿们 所以今天你能够有平安 因为他门徒看到 他的手 他的这些痕迹 他说什么 感谢主 我们有盼望了 阿们 我们不再被定罪了 我们不再活在智责里面了 我们是被爱了 因为神爱世了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他的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我们有救了 所以他们喜乐 你回去 你不要看到 你妈妈如果跌倒 你不要笑 牧师教我都要笑 我没有笑 因为你妈妈不是耶稣 你明白意思吗 主耶稣为什么 会显给他们看 因为救恩成就了 阿们 因为救赎的红恩完成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说成了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知道吗 整个天空里面 发生了一个什么变化 一个震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完美救赎计划 因为耶稣的摆上 而得着成就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也因为这样 我们的良心 能够得到安息 或者是说 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了 我所有的不好 那我今天 我可以因为主耶稣 我换成一个身份 一个神儿女的身份 所以我的生命当中 就有了平安了 所以今天 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一直在想 你的过错 过去什么 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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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要想起 因为耶稣 所为我牺牲的 今天我得到 耶稣的公义 所以我今天穿的 这一件衣服 这是我们的一个姐妹给我 穿的 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神的公义在我身上 阿们 神的公义在我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让你明白 今天刚才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金脉团 也给你们唱一首诗歌 非常好的 有一件礼物 你收到没有 你收到没有 这个礼物 是白白的 赐给我们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平安不代表 一房风顺 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麻烦 没有任何的挑战 平安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生命当中 出现危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仍然 可以内心里面 有属神的 这个安灵 所以你知道 世人对平安的 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是一个和谐 或者是在一个 非常安灵的 一个的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人 静静的躺在海边 然后看着 看着一本书 现在没有看书 就是上网 Shoppy 看要买什么 OK 突然间有一粒 沙滩球来 砰一下 三字经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个平安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的平安 是靠着环境的 那么分分钟呢 就会影响你的心情 但是基督徒的平安 虽然环境是这样 就好像主耶稣这样 面对这个 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 枕着枕头睡觉 那你说 那个是主耶稣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 虽然那个是主耶稣 但是圣经说什么 如今不再是你活着 乃是救主 活在你的心中 主耶稣跟你同在 即使面对 这个风暴 我们仍然相信 有神的同在 我常常说的 我常常说的 有些时候我们祷告 好像神没有回应一样 我很喜欢说 我常常鼓励定用者妹 有些 有些定用者妹就找我说 牧师我祷告好像神没有回应 神没有垂听 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里面 为什么神不回应我的祷告 我说如果神没有回应你的祷告 你安心 没有事情 就好像面对风暴的这样 你看到吗 门徒不是说吗 父子啊父子啊 我们快丧命了 你不顾吗 请问耶稣那时候 在睡觉 所以同样的 当你祷告 好像耶稣在睡觉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没有事情 平安 OK吗 你带出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面对你的环境 我告诉你 水到勾成 神会在正确的时间 预备正确的人 让你做出正确的事情 哈利路呀 所以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如果我们的平安 是依靠环境的话呢 那个平安是短暂的 那个平安不会长久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来 透过环境来 说这个是平安 因为环境可以影响我们的内心 就刚才我说了 你在擦山上 你可能在一个 很安邪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伊丽撒山球 踢进来 踢到你的脸上 这个整个环境就变直了 所以我要你明白 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的 触摸到我们的内心 和我们的心思 把祂换成 主耶稣的平安 你知道吗 在这个 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神所赐 助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 所以让你的心思 就像刚才主耶稣说 不要让你的心忧虑 也不要让他胆怯 心很重要的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 在这里 保罗告诉我们 神所赐人 出了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当你面对人生的 大风浪的时候 风暴的时候 尽管在风暴中 你要明白 你的心思里面 要对准神 要对向神 所以神会给你的平安 和一个保障 因为你相信 你是被祂保护的 因为你相信 你是被祂所看顾的 这样你有这样的一个 心思意念 你就无论面对 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和困难 你都能够相信 我是蒙神所兼顾的 所以靠着耶稣给你的平安 你从内到外去改变 那你就明白 无论你面对 怎么样的环境 你就可以一一的胜过 很多人失败 是因为被外在的环境 牵引着我们 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改变 就是让我们的内在改变 然后去面对外在的环境 而不是让外在的环境 来改变我们的内在的 这个思维 所以牧师常常说的 思维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 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在哥林多后书的 第四章八到九节 他说什么 我们四面受敌 且不被困住 四面受敌的 且不被困住 是什么意思 保罗说 虽然四面都有仇敌困着我们 但是我不被困住的 你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思维来的 四面受敌 是不是环境 现实的环境 保罗在面对四面 受困 受敌 但是他说 我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至于失望 招逼迫 却不被丢去 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 哇 这个是保罗的 这个的所谓的 他的生命的 常常给他的 一个提醒 所以如果信主前 你会令到你一些 伤心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你的眼泪 可能会流不停 你可能会一直很苦毒 一直很伤害 好像是被忌垮 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碰到 坏事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流泪 你可能也会伤心 但是你的心里面 却能够有一种的安慰 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信主 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被改变 因为我们是被神所爱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会 跟过去 我们所面对的 会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 人家 怎么说 有一句话说 福建话 我走路 这个是你为信主前 信主后就不要这样 信主后 我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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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后 我们要明白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我常常鼓励安慰 我说如果今天 有人可能 对不起 可能会误会我 我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你明白吗 你看到吗 这样的一个思维 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会解开很多的心结 你会过得很开心 你不会常常在苦毒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牧师的脸会常常有笑容 你看到一些人的脸 虽然他盖在 穿了一个口罩 你还是觉得他是苦瓜脸来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戴上蜜蜜 你还是会看到 好像很喜乐的 为什么 因为神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神的平安 是我的这个驱动力 所以弟兄姐妹 我真的希望说 在这个圣诞期间 你能够真正明白 圣诞的这个意义 所以 可能你觉得 信了耶稣之后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过去会这样 那么现在不会这样呢 感谢主 因为神的话语 正在影响到你的心 所以当你明白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你里面的基督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知道 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上个礼拜说了 我们基督徒 全身都是光 不要以为 晚上做摩托 不要带头盔 因为什么 你说这边有光 其实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全身都是光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 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属于神的 我们要 做一个 你知道吗 今天 如果你是一个 所谓的 某某苏丹 或者是某某高官的儿子 你走起路来 有没有风 走起路来就有风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 走起路来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明白 我们是属于神的 阿们 当然我说基督徒 会面对困难吗 会 会面对挑战吗 会 但是在这个挑战 和困难当中 神说 祂会为我们 预备一条出路的 阿们 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 哇 那个困难 已经不再是困难了 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考试 要巴士 你明白吗 所以有些考验 我们就当作考试 如果你考不过 你还要重新再考 但是呢 你靠着神给你的智慧 靠着神给你的忍耐 靠着神给你的力量 每一关难过 关关过 可以吗 所以不要靠我们自己 把你自己放下来 你跟你隔壁左右说 你不可靠的 讲啦 不用紧的 你不可靠的 可能你老公在你旁边 我不可靠 有一次的时候 我就做谢帆祷告 在我公司 还没有全时间 做牧师的时候 我就谢帆祷告 我的同事就在旁边 看着我 我说你误会了 如果神没有给我 这个健康的身体 我怎样赚起 这一盘的饭 有没有 如果神没有给我 这个味蕾 我怎么吃到 这个饭里面的美味 如果神没有吃下 美好的天气 那么这些工人 这些农业的人 怎么样去种了 这么好的米 如果神没有在一个 风平浪静的 一个海浪里面 让这些人捕到鱼 我怎么吃得 这么美味的鱼 这个不值得 我们去感谢吗 你明白一声吗 而不是我们祷告 这个东西 从天上掉下来 我要说的是 因为神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福气 让我能够有这个钱 去赚起这一盘的食物 不当然有钱 赚起这盘食物 而且能够享用 这一盘的食物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有空的话 你去医院看看 那些有钱的人 摆在他的面前 熔肉他都不能吃 熊掌都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没有胃口吃 所以今天 甚至你还有胃口 所以谢饭祷告很重要的 明白吗 谢饭祷告不是说 饭从上面掉下来 而是你为了这一盘 这一餐 来向神先生感谢 而且现在的食物呢 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加了一些的化学 放长肉剂啦 以前的鸡 我告诉你 那只要养三个月才可以出 现在三十天就出了 那你吃下去 你看现在的年轻了 你看现在的小孩子 我真的吓一跳 二年纪了 二年纪啊 整个的身体 好像十八岁这样 为什么 你会吃了长肉剂 所以 要洁净吗 要不要洁净 要洁净祷告 所以当我们为食物洁净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 所应该常常提醒的 不要不好意思啊 好像很多朋友这样 一起吃饭 尤其是一起吃饭 我发现到很多基督徒 一起吃饭的时候 感谢上面 阿们 你做什么 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 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那些伴侣看到我们祷告 他会很尊敬我们的 停一下 你不要说 菜来了 停一下 祷告停一下 继续 是他们应该停一下 不是我们应该停一下 你明白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我们要来泄饭 要感恩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发现到很多是这样 我鼓励你 赶赶地去祷告 人家能够看住你的敬畏神的心 不要 阿们 阿们 所以 这样你就不平安了 对不对 我们要有平安 我们就 泄饭祷告 就真正的泄饭祷告 当然了 我不要让你去 马可波罗式的 就是从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这样 我最怕这样的祷告 尤其是我们团区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大家都 我们请阿弗帝兄来 我们祷告 你如果知道 他是长期的 你就不要请他祷告 为什么 他会从 这个 从欧洲 来到非洲 从非洲 去到亚洲 去到亚洲 又走走走走走 整个地球一千了 你看那个汤的时候 看到你的脸在流口水 所以 所以我们要明白 做泄饭祷告 我不是说阿弥 阿弥 你可以叫他祷告 他很快的 OK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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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的 平安是一种的态度 它不是一种感觉 不是感觉 我感觉到有平安 没有 它是一种的 它是一种态度来的 什么呢 是一种的笃定 就是我相信 无论我现在面对什么环境 我的神必为我开路 阿弥 虽然我现在在挑战里面 虽然我在面对 种种的困难当中 但是我相信 祂会为我开路 因为我们的神 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神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对神的 一种的笃定 对神的一种的信靠 所以主耶稣 祂的平安今天 祂要充满你的心 当你有祂的平安的时候 你就有属神的力量 你就会有这个力量的 走过你人生 所有的这个地骨 所以今天 神的平安 要与我们同在 没有别的原因 是因为 我刚才说了 哪里有耶稣 哪里就有神的平安 阿们吗 所以你要知道 耶稣今天 祂在你的心 当耶稣在你的心的时候 那么神的平安 也自然领导你的心 那这时候 牧师要 接受今天的聚会 我们大家 举起我们的手来 你让神的平安 今天与大家同在 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感谢姜妹你 围着这一群的双手 我们向你身上感恩 因为主耶稣 你是那位赐下平安的神 在他们生命里面 从今天开始 他们要经历 这位平安的救主 当他们生命当中 无论遇到任何的挑战 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 无论遇到任何的逆境 我们相信 神你的平安 与他们同在 让他们经历 神 你是那位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神 你是那位愿意爱他们 扶持他们 并且赐负给他们的神 主啊 求你与他们同在 主你告诉我们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耶稣 因为你的降生 带给我们 这无比的盼望 就是我们生命中 有你的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说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愿上帝大大的恩待你们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好不好